在爆料民进党创党主席江蓬坚是特务后 施明德遭到谢长廷冷嘲热讽 施明德现在惊爆 其实2000年的那夜 江蓬坚向我告白时 同时也坦白对我说了 你谢长廷也是卧底 恐怖的是2010年 高明辉在法庭上说出 你谢长廷在梅丽岛受难者被监禁时 蒋经国因为很满意你的工作 还要阮成章赏你20万 施明德跟谢长廷之间也没有什么 你知道没有什么仇啊 没有什么恩怨 他也不会是为了政治厉害 或政治斗争 在这个时候去捏造 而且他不会讲这种谎嘛 他讲这个要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他为什么要针对谢长廷呢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施明德还说江蓬坚也批评谢长廷 什么位置都要真 不顾自己的出身 施明德嘲讽 像他这种敦苦劳25年的人 实在无法向谢长廷 练就一身选举细胞 和耍嘴皮子的功夫 施明德指控谢长廷是廖北亚 他说恳求你谢长廷 赶快到法院告我 让我可以在法庭上 要求法官调出你一身的秘密 也许你会赢 因为你是民进党党内公认 最坚巧的律师 你不敢提告 你就是廖北亚 还催出谢长廷赶快提告 让这件白色恐怖时代 见不得人的事件 尽速落幕 三万人或三十万人都公布 我是赞成啊 到底那个年代 在那个时空黄金之下 哪些人做哪些事情 现在施明德全主席 既然主动对向林宣战 那我也希望谢大人表 你为了你自己的清白 你要正面回应啊 如果你不敢正面回应的话 那你就不要怪 很多人就直接把你当料白啊 面对重磅爆料 谢长廷在脸书上回应 这是胡乱喷咬 但却完全没有说要提告 当历史没有真相 谢长廷恐怕很难摆脱 廖北亚风暴 记者吴俊伟 徐国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